欢迎收看建筑三分秒 我是建筑师高强 上一期我们说的是苹果总部基地 苹果总部基地我们知道是诺曼福斯特的作品 诺曼福斯特在做苹果总部基地的时候 可以说是没有太多的发挥空间 你要知道福斯特的同志 也是世界绝对顶尖的设计大师 建筑大师做写作楼方面 在世界基本上是排在前十位的 所以福斯特在苹果总部基地里面 没有太多的发挥空间 估计被乔布斯压制了 那么在我们中国的另外一个项目当中 他就有了充分的发挥 所以他就完成了一件作品 这件作品也充分体现了福斯特的一个特点 那么这个作品是什么作品呢 我们先请大家来看一段视频 就是关于这件作品的介绍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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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